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到底要多少錢 六千塊 脆Q甜 這是尼厚伊勁棒的比目魚 刺身米握手勢 讓你吃到小哥哥 薄薄的魚片還是偶爾的 有點帶頭皮狀 很漂亮的這個比目魚 Show you OK 過了嗎呀 這裡簡直就是干貝星球 救命啊 我被干貝包圍啦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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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呢 生長大概半年以上的 干貝 大小呢 就是大概十塊錢左右 Oh my god 巨無把干貝出現 比手長大的 你看過嗎 手上拿到一個 你看到沒有 我就說吧 可以長得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對不對 沒有騙觀眾朋友對不對 這樣把它切開來 好大一顆啊 我的天啊 行きましょう 跟著小馬前往青森縣 把海東正包通通給它撈上來 大蛋熊切日本好滋味 這一次小馬來到日本東北的青森縣 青森縣呢 就在北海道下面那塊 像螃蟹角的部分 這裡呢 三面環海 被津青海峽 日本海 還有太平洋包圍著 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海鮮的數量更是嚇死人 我們此行最大的目的 就是來挖掘這裡最新的海傘 不過 在我們大堡口渤之前 天氣這麼冷 剛好又是來到日本 那一定要來泡個湯啊 碰巧 青森縣有個很出名的古墓溫泉 聽說它擁有一個很特別的浮湯溫泉 究竟浮湯代表什麼意思呢 難道繼續泡的人都會浮起來嗎 還是它有特別的功效 就讓咱們一起去吵吵吧 來吧 你在拍我 嚇死我了 還好 還好我有帶大毛巾來 小毛巾是包不住我的 想看嗎 不小心露了一點出來 好啦 既然呢 這個小馬要帶各位觀眾去泡溫泉 所以我也只好犧牲自己的設想 希望呢 不會帶給大家視覺上面的一些 不好的感覺 好不好 喔 整個這樣躲起來 工作人員都在旁邊 有點害臊 因為裡面是 許淳美最愛穿的 紙內褲 啪 好漂亮喔 而且一進來 就有那種Kinoki有沒有檜木的 這個香味 分多金的感覺在裡面 整個木頭香 溫泉池 小木桶和盥洗用具 這看起來簡直和一般日本的 澡湯沒兩樣 幸好多了檜木的香氣 所以質感上呢 就比較high class 不過光看設備 還真看不出特別的地方 到底所謂的福湯 是什麼意思呢 好適合 好適合 外面的溫度已經到了0度了 但是呢 我的腳下開始熱熱的 這就有那種三溫暖的感覺啦 而且呢 前面的井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你知道嗎 這個古路溫泉呢 在青森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溫泉 然後每到冬季的時候呢 這邊全部大爆滿 因為大家都喜歡來這個戶外 這個露天的溫泉 現在來到這個戶外呢 我的上半部呢 頭部以上接觸到的溫度呢 是0度 接近0度 剛才前一陣子 在我們還沒有來拍攝之前呢 有飄雪 因為今天的溫度呢 特別的 然後底下呢 是一個鹼性的溫泉 它這個泉水是來自於大自然的喔 然後聽說這個泉水呢 本身對於皮膚還有可以治療我們之間 所以我現在呢 從腳上面這樣一摸 好奇怪喔 整個有一種很Viu的感覺 覺得我好像是慢乳 我覺得我應該被烤來吃才對啊 怎麼那麼滑啊 好 現在要解答啦 什麼叫做湖湯呢 湖湯的意思 就是浮在湖上面的 有沒有 感覺上呢 這外面是一個湖 有沒有 然後很天然的景觀 雖然它是人工造出來的 不過呢 它的水瓶線呢 跟我們現在泡的溫泉呢 幾乎是成一樣的 所以你會感覺到 好像在湖的旁邊泡澡 天氣冷酥酥 泡卡湯還真是感覺 這溫泉呢 不只是對皮膚好 又可以治療肌肉痠痛 真的是太舒服啦 不過古墓溫泉有一個很特別的觀光行程 小馬我要來試試看 因為可以有五星級的廚師 帶領整個旅行團去漁港採購 挑選想要吃的漁果 接著呢 在飯店幫大家料理 我只能說 日本人的名目還真多啊 一般的溫泉行程 已經滿足不了大家 所以才想出這麼多的花樣 來到青森最知名的古墓溫泉 大家以為只有泡溫泉而已嗎 那你就錯啦 這邊有一個特別的服務呢 就是泡完溫泉 之後要吃海鮮 旁邊這位呢是料理長 你好你好你好 聽說料理長待會兒要帶我去 去買海鮮是不是 要買什麼 這個季節有什麼海鮮好吃 現在就是他們青森縣的餡魚 比目魚 比目魚 扁扁那種 還有就是鮭魚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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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料理長 你不能再帶我去飆鮭魚嗎 現在準備了一個鏢槍 或是韓眾魚 可以飆一下 那你們帶我來這裡幹嘛 背他擦了 鮭魚 我去買鮭魚 原來是這樣喔 結果你看 真的耶 很多鮭魚在這裡耶 這個鮭魚都是從這裡補過來的嗎 都是在這個海域補到的 了解 所以原來那個標是標價 寫的標是不是競標的標 對 明白了 我想問一下 我可以出價格嗎 我可以標嗎 我可以標價嗎 你不能 我也不能 我們只能委託 就是有那個標誌的人 才可以去標 真的耶 要有這個資格的人 才能夠去標價是不是 好 那我們趕快去找那個人 幫我們去標鮭魚 Let's go 這裡是青森縣三澤市的三澤魚港 不要看它小小的喔 但是該有的海鮮這裡全都有 現在呢 剛好又是盛產鮭魚的季節 哇 你看這港口的漁船 通通都在卸過 這麼一箱又一箱的 通通裝的都是肥美的鮭魚 在拿上岸之後 再按照魚的大小來分類 之後再進行拍賣 但是光看這些活跳跳的鮭魚 感覺就是 超新鮮的啊 超嗨 你看都是鮭魚耶 鮭魚 這個鮭魚呢 它現在已經開始分類了對不對 那道理長 你今天呢 以你這個專業的眼光 你覺得哪一條魚是肉質最好 最好吃的 鮭魚跟虎的鮭魚吃法不一樣 因為虎的鮭魚有帶那個鮭魚卵嘛 它虎的就是因為它的營養都被軟 吸取走了 所以它的肉就不好吃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吃它的鮭魚肉的話 我今天要買公的鮭魚 要買公的鮭魚在這個季節裡面 因為那個母的鮭魚呢 本身它有殘暖 所以養分都給小朋友了 對不對 所以公的肉質會比較好 那怎麼區分公跟母呢 沒錯耶 公 這個還沒算耶 這是母的 這是母的 這是公的 這是公的 哪一個是公的 大的 公的比不太多 可是我們不會搞什麼 這是公的 他說你看那個臉啊 公的就看起來很兇 對 對 阿母的它看起來比較溫柔一點 對 公的 來…你看 公的這個臉啊 它感覺起來 你看 有點硬勾嘴的感覺耶 有沒有 看起來比較兇狠的感覺 這是公的 阿母的鮭魚的 你看 好和哀可親的感覺 很可愛 它等一下冰起來之後呢 覺得沒有那麼兇悍的感覺 阿母的 5 7 7 對 有一點多帥 對 好 來 看一下它的 旗的大小 這個母的鮭魚的旗呢 明顯的 它只有這樣子而已 比較小 當然啦 因為它身體呢 也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你看公的鮭魚喔 它打開來 哇 好大一片魚翅喔 但是我想啊 這個魚呢 都是剛剛這樣撈上岸的 所以新鮮度來講 不用懷疑它 一定每一隻都非常非常的新鮮 但是呢 至少裡面還要精益求精嘛 對不對 我們找到公的 那公的裡面 也有分好吃跟不好吃的 怎麼分 對 那牛的就是吃它的魚卵嘛 那肉就不好吃了 可是公的就是吃它的肉 那特別要看公的好吃的 就是看它表面 有一些已經有那個雪絲 在浮在表面的 醜醜的就過 這都很漂亮 這隻很漂亮 對 它說被 我要偷偷的教你看 所以它怕被崩壞的人看到 然後 它是黑色的 它是黑色的 我偷偷的包起來看它的鮮 是不是很鮮紅色的 鮮紅色對 我們鰻魚的時候 媽媽也是這樣去市場鰻魚的時候 都要看鮮 我把它倒過來 來 你看喔 要看這個鮮 偷偷的包起來 你不看到 因為它們公會裡面的人都會 奇怪 為什麼看個魚塞 還要偷偷摸摸的呢 料理長小聲的跟我說 這可是他們這裡買魚的規矩 只有標到這條魚的人 才有全力碰這條魚 所以說 我們只能偷偷給它摸一下 要不然呢 就得把摸過的魚給它買下來 好 我們人多 可以採用人強策略 讓攝影師和工作團隊 把我們團團圍住 這樣就不會有人發現囉 你心裡面有沒有一個想法的標籤 一公斤三百塊錢 可以一千五就買到它 一千五 所以代表說 可以一千五公斤 一千五公斤 他今天是想說 希望可以買到一公斤三百塊錢 一公斤三百塊錢 一公斤三百塊錢 1500元 可以一千五就買到它 一千五 所以代表說 可以一千五公斤 它再猜一次 它以它的目測法 這隻有五公斤 然後呢 一公斤標三百塊 如果多三百塊的話 就是 不太理想的價格 對不對 可能就有點貴了 好 那我們就要請我們這個 我們其他專業的標架手呢 來幫我們標到這位鮭魚 欸 不騙你啊 這麼大… 大條的鮭魚 只要花你一千五百塊日幣 相當於四百多塊錢台幣 就可以買到了 是不是很划算呢 不過別忘了 除了鮭魚之外 日本產量No.1 這季節又是最好吃的 青森縣鮮魚還沒有挑選耶 要是不買 那可真的是熏掉了 現在帶我來 又要標另外一條魚 是什麼魚 去哪裡 現在他要介紹一下他們青森縣的鮮魚 鮮魚喔 比目魚 喔 比目魚還代表青森縣喔 但是那肯定是產量非常大對不對 又好吃 喔 日本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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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森縣鮮魚 東京的築地 都可以取得到 日本第一 就算到東京的足地的 漁港還是日本第一 そうですね 好 來 趕快來標比目魚 哪一位你覺得是最好的 今天鮮鮮魚的貨量大不大 今天鮮鮮魚的貨量大不大 有 裡面有幾個十三號嗎 有啊 很多 這邊都是啦 但是呢 為什麼他中外這一隻呢 裡面還有一隻十三 為什麼這一隻好 你看 肉很厚 肉很厚 然後你看 喔 它的肉比較厚 要讓鮮鮮魚甜點的 如果說蠻條很大 但是肉很薄的話 大家就沒有肉可以吃啊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一條鮮鮮魚呢 是剛才我們的料理長了 欸 像很久了 因為這邊都是鮮鮮魚 除了這一缸喔 它鮮鮮魚很特別喔 這一缸的鮮鮮魚呢 就放在這裡裡面吃 可能已經經過分類了 那其他的呢 可能比較薄的 比較小的 你就放在別的缸裡面 所以我們待會呢 目標就是這一尾鮮鮮 好 標金你覺得大概要多少錢 六千元 沒關係 比較貴怎麼樣又什麼貨 六千塊 他們那快兩千塊台幣耶 比剛剛那個鮮魚還貴耶 那裡的鮮魚最高的鮮魚 是喔 那你請客 好 那我們呢 就不要耗時在鮮鮮魚身上 我們待會呢 就是要把這隻給標回去 為什麼鮮鮮魚是青山縣的鮮魚呢 除了每年青山縣 出產的鮮鮮魚 數量是居日本第一之外 這裡捕到的鮮鮮魚 肉質保證是頂瓜瓜 說這裡是排名第二 沒有人敢說它是第一 而且連東京的竹地市場 都搶得要 你看有多夯 拜託拜託拜託 這條肥滋滋的鮮鮮魚 一定要飆到啊 這樣我才能夠嘗到 日本No.1的好滋味 看看時間差不多 也要開始競標漁獲了 不多說 料理長趕緊委託競標達人 小麗媛先生出面來幫忙 競標 料理長 心敗 心敗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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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正在進行一場 農村活動 你看到沒有 各個標價手呢 對 他們每個人心目當中 就有一個獨標 然後都希望呢 能夠以最便宜的價格 能標到最好的魚 對 對 對 他說他們這邊的標價 不是用行的 他們是大家寫在身上 然後地點那邊 有一個 那個頭髮藍卡片射的那位先生 工會的人 然後看裡面誰最高的 誰最高價就是誰的 哦 了解 欸這跟我們標會很像耶 他說呢 他今天偉拖小力倫先生 他今天尾拖小力猿先生 摩哥沙拉上買的鰭 鰭在那邊的桶子裡面 然後那個 摩哥沙拉上如果標道的話 他會把手擠起來 哎呀喔 我已經標道了 哦 是一個 有一個那個 就是一個打PASS就對了 打PASS就對了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呢 看到很多的標降者在那邊 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待會兒呢 只要我們有充滿了信心 看到我們的小育園先生 把手舉起來 奈紗 我們成功了 什麼 什麼 好 掉下來 其實我們的廚師 我們的料理長 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生怕呢 今天我們沒有飄到 心目當中 影響的鮭魚 就被我部長 沒有那麼壞啦 我覺得有魚吃就好了 我們要欣賞的機會 原本以為是很緊張的氣氛 怎麼感覺不太對勁 仔細一看 原來他們這裡競標的方式不太一樣 只見每個競標者手上都拿著紙和筆 在開始競標的時候呢 就默默把標金寫在紙上 然後再默默地地點開脈園 怪不得整個過程顯得特別的安靜 默默地快讓我們 睡著睡著啦 只有我們在這裡瞎緊張啊 正當我們還在研究 萬一標金寫錯怎麼辦的時候 料理長突然跑來告訴我們 一個好消息 鮭魚 他標到了 太厲害了 我們的標價手好厲害喔 但是呢 可以問他一下 我們剛剛是花多少錢標的嗎 有比我們想著再滾一點點啊 無所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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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想要我們給你吃啦 現在他只好就買櫃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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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至少今天我們這個鮭魚的階段還是成功 不過緊張的還在後頭 因為筆木魚還沒有上鉤 謝謝 而且我覺得他剛剛好帥喔 他剛剛走過來的時候就 不要到不要到 帥的感覺 我可以問一下喔 標價手 他們就是每天工作就過來 看看魚郎標到價 就每個月有錢賺 那是誰給他錢啊 我來我來 他們啊 他們啊 有客人提供是 因為他們就是 有委託說那個 對方是標價嘛 對 標價手 然後他標價手標到的價錢啊 他會給他一定的就是花數 佣金 對佣金 所以小育元先生 他的工作 是滿專業的耶 難怪要考到職業對不對 才能夠做這麼 看似很輕鬆的工作 可是他之前可能 學習了很多 對於魚的一個知識 料理長說 趁新鮮趕緊先回去料理 接著呢 就讓我們好好盯著這個 小育元先生啊 因為接下來 才是考驗他真功夫的時候 究竟 他能不能夠幫我們順利標到 今天魚市場裡 最好的筆木魚呢 我覺得我們這個標價手真的是不一樣 他一定是一個 不同凡響的一個人物 為什麼呢 因為 所有的人呢 都非常認真 然後呢 手上拿個小本子 然後拿一支筆再寫標金 只有我們這位標價老大呢 他是這樣的 然後呢 還去扒人家的頭 然後我就說 男的喔 大家都喔 你不要亂寫啊 所以我覺得他在那個 在他那個 這個標價的領域裡 成功了嗎 成功了 我們的標價手 我們的小育元先生 太厲害了 而且這位牧女呢 不只是大 他還身體很厚耶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那我想問一下小育元先生 請他先放下來 好了 因為有點重 我來拿啦 那個大哥 為什麼喔 別人的標價手啊 都要拿一個小本子 跟原子筆 在那邊寫標記 那我看到你 基本上你是兩隻手 插在口袋裡面 相當的帥氣 你如何標價 小育元 下面有人在幫他寫 有助理 有助理 assistant 哇 好厲害喔 今天是不是花多少錢 釣到這條魚 2千 1公斤2千塊 那這一尾魚 大概有沒有3公斤 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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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剛好跟我們料理師的想法一樣耶 6千塊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行業啊 這竅門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每一天 大概人家要出多少價格 你怎麼跟人家拚這個價格 你怎麼跟人家拚這個 他已經非常深深了解 日本全國市場的這個市價 行情 行情 一些資訊 那跟這個每一天出貨的漁獲量 有沒有行情波動上面 有沒有很大的關係 沒有 也不一樣 好 對啊 跟每天進來的漁獲量有影響 天氣 所以他就知道魚的價格 大概多貴了 哇 不容易耶 達知靈 果然是達知靈啊 這根本難不倒他 順利飄到我們心目中的筆目魚 真是迫不及待 想給他好好品嘗一下 我說料理長 該輪到你大顯身熟的時候了 千萬不要讓我失望啊 我們現在表演時間 要交給我們的料理長 料理長 現在要準備什麼樣的一個料理 給我吃呢 那現在就是 我們剛才飄到的那一尾 筆目魚 他要切這個沙西米給我 沙西米 他把皮去下來之後 那個魚還是活的耶 那個魚還是活的耶 對 對對對 他還是活的 你看看 有有有活的 這個刀法 我大概了解 這個跟我們切鮪魚一樣 因為齁 要骨頭上面不要連肉 要整片肉 要切得亮亮的 漂亮漂亮亮的 好 嗨 好 今天切掉的地方 還有那個邊緣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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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人很喜歡吃的一個部位 真的嗎 就是 脆脆的 然後 油脂圓的 這個邊緣肉是很脆的地方喔 然後他切到那裡 好 他說因為比木魚這種魚類啊 那他剛才還是活的嘛 對 然後他就馬上做成沙西米 那他的肉質比較硬 所以要切薄一點 然後吃起來就會QQ的 OK 了解 你有沒有吃過他的壽司 沒有 這個幾片下來之後呢 你看到沒有各位觀眾 我們的師父有多厲害 我們的料理長 薄薄的一片 還透明的呢 有點半透明狀 很漂亮的這個比木魚 然後呢這樣夾著 他說 哇沙米呢其實是放整坨在魚肉上面的 不是拿下去 放在醬油裡面的 這是他們一種吃法 然後呢 OK 哈哈哈哈 我幹嘛這樣子 捏在我的椅子裡 把沙米就這樣 這樣是不是還爽 喔 已經棒 這就是 薄跳跳的比例 對對對 而且他的肉質 我個人認為呢 又 又再次打破我以往 吃薄薄的 境界裡面 各種魚類裡面呢 這個比木魚的 地位已經提高了 現在可能在排行榜前三名 當當當 比木魚在排行榜前三名 包括Otoro啦 還有我喜歡吃的鮭魚啦 然後接下來的比木魚 真的太厲害了 我的媽呀 這比木魚薄薄薄的簡直是太厲害了 這脆Q甜的口感 無法用言語形容 在我心目中 已經和頂級的黑鮪魚排名 不相上下 真的是美味耶 料理中我還有 真的有這個 還 真的它像包耶 包飯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 有沒有 好好吃的感覺 好美味 你要不要吃一下它那邊的肉很好吃嗎 好美味 好美味 醬汁邊緣 好美味 這麼好吃 千萬不能做過 還要用那個幫助食物 OK 好 那麼它在做壽司的同時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做這個邊緣肉呢 吃起來很美味 雖然更好吃 脆脆的 但是因為呢 它就這麼一條 也不多 所以呢 他把這一條呢 留給我來吃一下 我也是一樣 要勾一點 那個哇沙米在上面 蔣街 我只是欣賞你的手藝 很棒 但是我跟這個新鮮的比目魚已經談戀愛了 這簡直就是大大大的滿足 不管是哪一種比目魚料理都好吃到爆 而且青森這裡因為天氣很冷 所以都喜歡用圍爐料理 上頭煮著鮮甜的鮭魚味噌湯 旁邊放著各式各樣的海鮮串燒 除了肥美鮭魚之外 還有鮮甜的花枝 讓我吃的真的是太高興了 只能說此生無憾 真的是感謝料理長熱情的招待 但是你以為青森海鮮之形畫上據點了嗎 拜託一下 我們節目哪有那麼遜啊 當然還有更厲害的海中珍寶 在那邊等著我們呢 他們有很多 因為這根本就是干貝星球來的 有沒有 這裡的干貝數量比青森縣 這個地區的人口還要多 所以我們簡直就是打擾人家的生長環境 我先來吃吃看這一袋好了 好香喔 哇好像過年時期 小時候我媽媽帶我去迪化街買東西一樣 有沒有 有這些乾貨 像這種乾貨呢 一般來講 家庭主婦怎麼使用呢 拿這個乾貨之後先泡水 把它泡軟之後拿來炒飯是最厲害的啦 干貝炒飯 小孩子絕對非常愛吃 好不好 吃吃看 好吃 好吃 整個海洋的味道 這樣子一袋呢 兩百二十個 兩千一百塊錢台幣 不不不 兩千一百塊錢日幣 等於台幣多少錢 不 六百塊 也有做成合子裝的 像這樣子 有沒有一瓶 還有旁邊這個呢 千萬不要忽略了 這個干貝打開來之後呢 除了它的備注 是我們一般在吃這個干貝之外 它旁邊的周圍叫做貝醇的地方呢 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啊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就是貝醇也是把它這個 應該是曬乾之後呢 把它做成乾貨 你看這是小的 這個呢 小的干貝 他們也把它製作成這樣子 一小顆一小顆一小顆 這應該是撕開來之後 當作零嘴來吃 青森縣的野邊地 是日本出產干貝的產地之一 產量呢六萬多噸 僅次於北海道 位居全日本No.2 在這裡呢 到處可見干貝的蹤跡 從商店商品的販賣 到人工養殖和工廠 加工通通通都是干貝 誇張的程度 連理在路上問十個人 其中有九個都是從事干貝相關的工作 厲害了吧 連知名日本的美食節目 料理東西軍都前來取材 就可以知道野邊地干貝 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所以這次小媽 我也要好好來鑑定一下 好 齊齊先生 多謝大家 多謝您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來參加 下午 現在要出海的 不乾杯嗎 著海? 現在我們去大廚 是 這裡 我們現在出去了 那現在出去了 我們去吧 我開 комп 我去吧 要花多久呢 15分左右 15分鐘以內 這是它的養殖區是不是 好 那不囉嗦 我們就上船出發囉 今天的風浪算大嗎 今天OK 它做這一行做多久 30多年了 30多年了 是第一代嗎 還是上面的父親 長輩有在做 代代相傳 吉田干貝達人 這裡有很多人養殖干貝吧 那他們如何去區分那個 就是海域的問題 就是養殖區 每個人用抽籤的樣子 用抽籤的方式來分養殖區 養殖區的環境也有好壞之分 對不對 我希望那個吉田先生 他的養殖區非常好的 吉田先生說 這裡的干貝 大多都是以人工方式在養殖 因為野邊地的地理位置 在港灣裡頭風浪較小 養殖出來的干貝肉質 就會比較軟 香甜 和飛海道干貝那種彈牙又Q的口感 但是有多軟多香甜呢 乖 別急 等小馬吃完再跟你們報告 結果搞了個半天呢 剛才吉田他才丟下去那個 並不是毛耶 他有一個鉤子 他去把它那個 放在那個海域裡面的那個線 把它勾回來 像我們的船隻也可以靠近 順便他就可以把它養殖的干貝 也撈上來了 我們現在呢 船隻已經慢慢靠近伏標了 好 突上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條繩子 這個繩子底下呢 每一根繩子呢 應該就是放那個養殖干貝的地方 OK 好 我們現在本來要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繩子要把它弄直了 好 然後開機器 捲 捲 幫忙這樣子 OK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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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一條橫繩子上面有綁了很多的繩子 可以嗎 我可以 開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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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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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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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功 這個三輩是幾歲的 今年三月生的 三月生的到現在差不多才 才半個月 半年多 各位看 這個是呢 生長大概是半年以上的 單輩 大小呢 就是大概十塊錢 左右 剛剛我有看到一些 大概是50塊錢左右 本來就銅板的大小 那這個要養殖多久之後 才會成為可以賣的 一半一年才可以一年 最起碼要兩年以上 一半都是三年 兩年以上喔 不用餵食對不對 他們都是吃海裡面的東西 對啊 不需要給他們都吃 海裡面的微生物這樣子 那我之前因為我去了 那個納米比亞 他們養生蠔的地方 也是用這樣子網子 然後弄成一個像 像那個石層樓高的一樣喔 像鐵網 然後裡面養那個生蠔 不過他們每一次要把它拉起來 去洗那個網 因為呢上面會長那個青苔 長青苔的話這些 它裡面的這個海鮮呢 就吃不到的東西 他們是不是也要去做這樣的動作 那妳覺得有沒有想要舒服 對啊 要啊 要換新的網對不對 對 要洗牙 要幫牠吃乾淨 對 在這裡根本不用去 煩惱干貝的幼苗從哪裡來 因為在春天產卵季節的時候 在母輩的身上 通常可以看到乾貝小寶貝附著在上面 只要把牠們取下來 就可以養殖成智貝 不用再特別的去培育 省事多了啊 我們現在五十枚進去 五十枚進去 五十枚進去 因為這些小乾貝 牠已經長大了嘛 那房子太結了 牠要變成說一個籠子裡面 就住少隻一點這樣子 對不對 剛才那一籠 大概你們放了幾隻 一籠一籠 一籠一籠一籠 大概七十到八十 七十到八十 那現在牠長那麼大之後 現在再放回去的話 大概一籠要放 那現在要幾隻呢 現在要五十三枚 大概十三隻而已 蛤 十三隻喔 哇 所以牠你看 本來放七八十隻耶 牠長到大概這麼大之後呢 五十塊錢大小的時候呢 就變成一個籠子裡面只放十三到十五隻 差不多了 其實現在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已經是可以吃的 對不對 好 我吃的肉 可能會有很多肉 牠說牠要吃可能沒有肉 但是牠可以拿去做煮牠們高湯 米蘇西肉 米蘇西肉的高湯 那你看喔 這個小朋友啊 旁邊還有一個小傢伙 兩個小傢伙 這是怎麼回事 牠們為什麼長不大 那個小傢伙是牠原來下進來的時候的 原來的大小 那兩隻是因為已經吃掉了 喔 牠就會變成大 這裡 這兩個呢 就是沒有長大 牠就被自然淘汰了 因為牠沒有辦法長大 牠就死掉了 正常長大的呢 就會到那麼大 牠放了半年之後呢 從這麼小的 這個叫做製背 幼稚的製背 然後呢 長大之後變成這樣 所以這兩個呢 就要淘汰了 OK 那 牠在海裡面的天底是什麼 有沒有動物會吃牠 海星會去吃牠 那海星會跑到網子裡面嗎 因為牠網子上面有洞嗎 因為牠籠子很長嘛 如果不小心去 放到海底 地底的下面的時候 就會有海星爬進去把牠吃掉 原來三倍最怕的是海星 關於整個干貝的養殖過程 想把我為大家說明一下 以免大家是補煞煞 先從干貝小北離開始 接著經過半年的時間 成長成製背 然後再幫製背們換個房子 讓牠們可以繼續的成長茁壯 途中呢 還要從平房換成公寓 再換成獨鬥別墅 再等個一兩年 就成為大干貝 之後就可以採收拿去賣 整個過程呢 是一個很耗時間 和體力的苦才識 真是一點兒都不簡單啊 金田先生 現在我們要幹嘛 現在要幹嘛 倒進去 一點麻糬 好 直接倒進去 這個動作是要用來幹嘛的 太乾你把它打開之後啊 它就會搖晃它 然後這邊把一些垃圾弄掉 還有就是選大小 選大小喔 它這樣還要來選大小 就是有些長得還不夠大的 還要再把它歸類就對了 這麼細分啊 要先挑大的 我看到它 我看到它底下有一個工具 我可以把它拿出來嗎 拿出來先 看到沒有 各位 對不對 這個就是篩選它 這個扇貝呢 大小的一個工具 它有各種尺寸嗎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呢 經過第一次的篩選 這個是 30mm裡面 篩選出來的 這個是叫大的 我把兩個呢 放在手上 大家比較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 其實有差喔 身形大概差了一倍喔 那經過這樣的分類之後呢 馬上要進行再把它放回籠子 對不對 對 對 要不要給它洗澡 不用 不用嗎 因為它長的這個啊 這個對它有害嗎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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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等它長大之後 再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再刷乾淨就可以了 在貓智貝換網子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些不住之客 像智貝身上都會有一些怪蟲 長相非常的怪異 身體透明呢 卻有很多隻腳 大概是一些海底的衛生物之類的吧 不過 除此之外 還有那些長得顯像慢雨的滑溜傢伙 吉田先生說 這可是難得一見的真味 通常呢 還會把它們拿回家來煮來吃 欸 我只能說 這鹿澳灣裡頭的怪東東還真多 各位觀眾 剛被養殖界的大發現啊 我的老天爺啊 原來剛才呢 吉田先生經過這個篩選大小之後呢 他說這小隻的 我看他急急忙忙要倒回海裡 我說欸欸欸 你不是說干貝分好之後 要重新充滿籠子嗎 結果他講說 他們的籠子呢 也就這麼多 這些小的干貝呢 就把它放回去 也順便做一些野生的這個 生態的循環 雖然說這個野生的干貝 他們丟到海裡面去之後呢 可能就要自生自滅了 可能會碰到海星 可能會碰到其他的這種 水裡面的動物呢 會把它們吃掉 不過呢 我覺得他們這個精神值得學習 有沒有 不要貪 好不好 OK 對 可以丟回去了 沙原來了 我說吉田先生的觀念還真不錯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人呢就是不要太貪 這話可以讓大國省思一下 從小馬一路看下來發現 養殖的過程非常繁複 還真費工 要花很多的時間 人力 心血 來照顧這些干貝 怪不得吉田伯伯說 就像養小孩一樣 需要細心的呵護 他們才可以快快地走大 很奇怪耶 這是兩年的貝 那為什麼兩年的貝 沒有籠子呢 為什麼它可以綁在繩子上面 對 因為綁這樣子啊 它會長得更好 它會讓它長得更好 然後會變成那磚礙龍子 是大概要出貨前一個月 它會把它拉上來 把它清乾淨 你看它上面現在很多附著物 它把它清乾淨之後 再放回樓子裡面 然後再放到海裡面 然後等到要出貨的時候 再拉上來 了解 我很好奇 它 怎麼穿 會穿成這樣子 從哪裡穿 它打洞嗎 打洞 然後呢 用這個繩子這樣穿起來 要不然我說奇怪 它怎麼那麼乖劇去咬繩子 就原來是打洞之後穿成這樣子 請他幫我剪一個下來看看 好 剪一個下來讓他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呢 有一個線頭在這邊 這個線呢 應該是塑膠的線 然後呢 然後呢 它把它打一個洞呢 從這裡這邊穿過去 因為它已經滾了 附著在那個被殼上面了 對不對 這裡有很多 這邊其實都在那邊穿上去 剛才看到那些小Baby啊 刺背啊 大概明天三月份的時候 就會被帶到陸地上回去打洞 然後忙的那個樣子 好 了解 看了這麼久 小馬真想嘗嘗這些乾杯的滋味 但是今天先生叫我先別急 因為兩年貝呢還不算最好吃 要養得像手掌一樣大的三年貝 它才是極品 不過這不代表養殖越久的干貝 才好吃喔 因為養得太久 干貝肉質呢也會變得太老太硬 那就真的不好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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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就感喔 感覺上我好像時間已經過了兩年 然後再來看這些干貝長大了 哈哈 來 打開來這邊 好 它現在有呢 好 馬上呢 手上拿到一個 你看到沒有 我就說吧 可以長得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對不對 沒有騙觀眾朋友對不對 乾貝 好 一般我們去我們台灣呢 我們去五星級飯店 或是一些那種刀級的Buffet餐廳 有這種散貝 都比這個還要小顆一點耶 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呢 就是已經養殖成功 三年了 準備要收貨了 所以現在這個是不是收起來 要被拿回去 要賣出去了 對 好 很健康的干貝 這次的量大不大 好 今年很不錯 今年很不錯喔 那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為什麼直接這樣問一下 沒有 大概類似這樣一顆的話 他賣給人家 大概可以賣到多少錢 休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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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來問說 OK嗎 可以講嗎 100元 對 100塊 100塊錢一顆 等於是差不多 28塊 差不多28塊台幣 28塊台幣 很便宜耶 你們賣這個東西 是賣到市場去 還是賣給人家做成料理包 對 對 他們魚團的這些魚品 他們都是直接出給他們的這些工會 工會 有魚鞋 對 魚鞋 像我們農會一樣 那他們魚會就會來統一採購 對不對 明天就會去跟魚鞋 當然 因為廠商會跟魚鞋來溝通 然後要跟魚鞋來逼一步 OK 好 了解 是我聽錯了嗎 這也太便宜了吧 像巴掌大的干貝 居然不到30塊台幣 您相信嗎 不過這當然是因為產地的關係 才可以燒燒阿伯 在外頭呢 可吃不到這麼便宜的干貝 想把我待會一定要 多吃幾顆才行 太好了 對 這樣把它切開來 啊 好大一顆啊 我的天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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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看到沒有 這個干貝好大一顆啊 這應該是超級甜才對 應該是很甜 很甜 啊 哈哈哈哈 很多觀眾朋友羨慕想把我嚐嚐到 是一個律師吃聖風海鮮 你們羨慕我是對的 哈哈哈哈 啊 甜啊 好甜喔 嫩甜 我喜歡吃 好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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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有甜喔 我心裡有甜喔 盒子 有沒有作用 好甜喔 好甜喔 對啊 多甜喔 很甜喔 你可以賣給殼牌雞喔 哈哈哈哈 嗨 哈哈 我騙你 真的是又軟又香甜 干貝的香氣百分百 和我們一般吃的普通干貝 那種清脆口感截然不同 而這些美味的三年貝 要採收起來 然後直接運回港口 以重量大小來加以分類 一部分就批發到市場上販賣 另一部分就會運送到工廠 製作成各種干貝加工品 然後接下來呢就要進入這個培燒機裡面呢 然後把它弄熟 它的溫度大概不會不知在多少度 300度啊 300度不會烤焦啊 不會烤焦 稍微烤焦 剛剛好 他們經過這個測驗之後 烤出來的味道 那個口感是剛剛好的 其實這個很像我們之前去那個 沖繩 然後有拍他們烤鰻魚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一個一個這樣烤過去 然後鰻魚這樣燒這樣子 有沒有 一顆顆金黃色的有沒有 干貝 這個應該叫干貝燒 很像干貝燒 他說經過呢 300度過 好燙喔 好燙喔 撒給撒給撒 撒給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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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果然是烤過之後呢 口感更不一樣 你看旁邊那個豬刀呢 換變得比較脆脆的 然後呢 整個剛在咬下去的時候 非常的滿足感 有沒有 因為它整顆的嘛 棒 真的很好吃 果然是個下酒的好涼拌 如果真的是一口啤酒 一口干貝 小媽我一定會幸福得非常甜 因為香甜的干貝 經過醃製燒烤之後 變得更加的清脆爽口 如果你覺得光吃干貝燒 還不過癮的話 咱們還可以在這裡 直接料理新鮮的干貝 這也是在干貝原產地 才有的福利喔 太香啦 這個玩意 是什麼玩意 你瞧瞧 就是我們的自備 全世界哪裡可以吃到自備 比如說西魯 就是這裡 好不好 因為原產地在這邊 所以我們有機會 拿到很多的自備 都放下去 這樣就注意就對了 我也來吃一下你看 一大堆干貝柱 好不好 都在這裡 整顆小顆的 哇 我還真是會料理耶 旁邊 天佛啦 粗的干貝有沒有 半一半就變成這樣子喔 然後呢 這樣子夾起來有沒有 漢堡 漢堡哥 很好吃 但是呢 今天 好不好 小馬的廚房呢 準備要做的是 奶油煎干貝 我已經把這個奶油呢 鍋子稍微熱一下 就平底鍋 待會呢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干貝柱啦 好 我們這個 吉田夫婦的干貝柱 哇 不知不知想歪歪 看到沒有 你吃 這個我覺得呢 把他的表面呢 把他煎到 差不多 金黃色 帶有 一點點的咖啡焦的時候呢 就是好的姿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專業 喔 有沒有看到 表面有點黑黑進黃的 喔 有點焦的 有沒有 煎得這樣子焦焦嗎 哇 非常棒耶 好 上來吃 好開心喔 成功耶 我也來吃一塊 奶油煎干貝 好香喔 好好吃喔 不是我在靠邊 真的很好吃 各位觀眾 這次小馬火可是冒著生命危險 來完成這趟任務 怎麼說呢 因為小馬火本來血壓已經變高 這次又吃了特別多的鮭魚 比目魚加上香甜的干貝 還有我的血壓指數一度飆高 都快爆血管啦 你們說危不危險啊 但是 這麼新鮮好吃的晚夜 說什麼也要介紹給大家 要不然怎麼對得起 支持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你們說是吧 不過說真的 這一趟除了增長自己的見聞之外 也真正體會到日本人一絲不苟 認真做事的態度 以及感受到他們招待台灣朋友 那份熱情與感動 這應該就是此行最大的收穫了